中国2019年世界极欧展览6月11日在武汉开幕 本届展览共有84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展 展出展品4683框 展览现场被誉为东半球最罕见之华游的红印花加盖小字 当一元旧票格外引人瞩目 邮票上部印有大清邮政字样 中间属书当一元是一件享誉国际的传世孤品 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套邮票发行于是1897年2月2日 红印花小字当一元邮票是在红印花加盖票中最先加盖的 因为邮政当局嫌加盖字体过小 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于是只加盖少量就改用大字当一元字模 所以加盖小字的称为红印花加盖小字当一元 目前这种小字当一元邮票存是30余枚 大多数都是新票 但是销有八卦邮戳的旧票只有一枚 也就是在管理看到的这一件成为享誉国际的这种传世孤品 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组委会主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自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诞生到现在一百多年来 邮票已经从一种简单的邮资凭振发展为展示人类文明 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 集邮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内容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纽带 读大学期间 然后那个时候书信往来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每封信上的邮票呢 我都很仔细地把它保存下来 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到现在 第一可以了解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大长河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变迁 第二个是我们不常出去旅游可以游览世界的各国的风土人情 从小小的邮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世界邮展期间还设置了开幕日 一带一路国际交流日 金楚文化日 集邮会员日 青少年集邮推广日 相约军运日和闭幕日等七个主题日 世界集邮展览是国际集邮联合会组织开展的全球范围内最高级别的竞技性集邮展览 1983年中国加入国际集邮联合会 曾先后于1999年 2009年在北京及河南洛阳举办两届世界集邮展览